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桃园市非盈利组织发展中心将于3日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于青年事务局多功能展演听举办桃园NPO论坛将就NPO在桃园NPO的使命NPO的革新等一题进行讨论。 市府昨天举行记者会由副秘书长邱俊明主持,希望能从桃园在地角度出发,有兴趣的民众也可免费参加。 电话4271339 邱俊明表示,桃园是全国第一个势力非盈利组织发展中心,透过NPO协助推动社会福利等业务。 此次的桃园NPO论坛针对三大议题举行三场座谈,邀请六位资深NPO工作者进行深度对谈。 座谈还规划交流对谈时间,让与会者可双向交流,提升NPO工作者视野与经营格局,进一步带动组织发展。 桃园NPO论坛 不到协会执行长周盛新荒野保护协会桃园分会会长张远奇一同谈论如何累积草根能量,分享具体实现经验。 第三大主标主题则是NPO的革新社区的发展创新由平正区正心理长黄志杰H.O.蜜一文实验研究所创办人简锐红大园区逐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徐德要讨论如何以 全新思维促使社区发展由下而上引领居民带动改变。